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年纪轻轻就屡获殊荣的袁永怡可以说是出道级巅峰 本以为顺风顺水的她事业上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但谁想到曾经她的火爆脾气差点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1995年袁永怡和成龙合作影片霹雳火 在拍摄过程中两个人却意外发生了摩擦 被指耍大牌的袁永怡直接被投诉到了香港导演协会 此后一段时间袁永怡几乎消失在银屏之上 得罪人呢最多了过了那么多年我知道我是错的 虽然我是给自己一个解释吧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年轻可能有一些本来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呢 都会离我而去或者是很愿意叫到我的人呢 也觉得算了吧这个人是没得救的 有一些工作是因为这样失去 那时的袁永怡留给外界的印象大多是难相处难合作 慢慢的袁永怡开始发现身边的知心好友越来越少 器重她的前辈们越来越少 为了重塑形象从头开始 袁永怡放下年少成名的包袱 踏踏实实的出演了我们熟悉的花木兰 笑江湖等等影视剧 我知道你是将军嘛 是这座军营的指挥官 就算我们有天大的本领也不敢冒犯你啊 但是你说我们是饭头我绝对不同意 其实他有个句说个句 我觉得好过有些人呢就是说表面很客气 其实心里面就已经可能妈妈的声音都不顶 但是他就真的讲出来 但是当你熟了的时候你就不会介意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面子问题 说话直率本来无可非议 只是大家同在一个剧组 只顾自己心直口快难免招致一些非议 毕竟影视剧拍摄是团队项目 而非一个人的舞台 袁永怡开始学会克制 学会倾听 欲试三思而后言 现在当了妈妈以后呢 也过了那么多年 碰过那么多钉 就是得罪了那么多人 我也会懂得学习一下 先停三秒 就想一下 如果真的是 避不住呢 就立刻走吧 别说了 就是还有 也会看那个人熟不熟 真的很熟了才跟他说 不熟了就算了吧 不要得罪人让人家不开心 尽管事业上经历了不少起起伏伏 但有个人却始终站在袁永怡的身边 他就是袁永怡的丈夫张志玲 两个人在1992年 因为拍摄编程浪子相识 张志玲便对袁永怡一见清新 二人已经携手走过30年 我曾经跟我身边的另一半讲过 如果 如果我在工作上面有少少成绩的话 我就会和他走迷人生的另外一半 踏入另一个阶段 起初二人在事业上女强难弱 招致颇多猜疑 好在他们一路走来 事业上一直相互扶持 扶起二人的事业之路 也算走得踏踏实实 可圈可点 我觉得他为了事业 为了家庭 他不定在这个边策自己 我再一次跟自己讲 我没耕错这个人 一晃已经50岁的袁永怡 如今除了演艺工作之外 还在社区做起了义工 投入社区服务工作里 从演员到妈妈 从妈妈到义工 袁永怡这一路起起伏伏 骨子里的坦率不会改变 心底里的善良才是根本 袁永怡正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属于她的人生